很多朋友都抱怨谢久兰一年就开花这么几个月 刚开花没多久花布就掉了 太可惜了 如何延长它的花期呢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不用药 只需要修剪这个部位 就能让你的谢久兰花期延长一个星期以上 方法特别有效 给大家称个有用的 这个方法呢就是预防兽粉 我们都知道谢久兰它中心的这个花园呢 里面有很多的花粉 如果经过兽粉以后 那么它的花房就会进行运累 那这个花苞很快就会掉下 兽粉以后大概三五天时间 这个花呢花苞呢就会枯萎掉落了 所以我们在它开花以后 第一件又做的就是把中心的这些花园 给它修剪掉 不要让它兽粉防止兽粉 剪掉这个花园 你就会发现它的花期啊特别的长 一般都能开上十来天左右 它才会慢慢的丢陷 所以呢想要谢久兰开花时间更长的 试试这个方法 剪掉花园实施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方法 例如说停肥 不要再用任何的肥料 给它控水 有效的控水防止它的代谢速度过快 引起花园凋谢 还有呢第三个就是减少光照 每天三四个小时的闪色光 来维持叶片的正常光好作用就行了 第四个延强花期的方法 可以使用家里的冒花束 冒花束这种不仅能够促进植物开花 长花苞 进入花期 在开花以后用一次一到两次 给叶片分析 也能提高它的开花时间 提高花色 让它的开花时间更加长 冒花束 它在开花以后使用了 能有效的提高花苞的活跃性 让它的活跃性更强 防止沉淀脱罗酸 而修现发黄 发黑掉落 让花期更长 闪花的时间更长 如果你还有其他养花难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